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各位 對不起今天喉嚨有點怪怪的 今天在這邊大概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在阿妹的售票大概遇到了什麼事情 跟我們前幾年到底遇到哪些狀況 不過這個之前我大概花一點時間 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要不然可能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我們會站在這個地方講這些東西 我們其實躲在後面賣很多票已經好一陣子了 躲在7-11的這台機器 在座的各位有去7-11排隊買過票嗎? 不太嗎? 好 那個我們老實說 我們自己覺得可能前面幾年做了一些 我們認為幫助大家的事情 結果害了很多人被陷在7-11裡面排隊買票結帳 非常的辛苦 這個是我們的問題 那當然在各個領域包括運動 包括演唱會 包括影展等等的部分大概算是我們的專長啦 如果有在7-11裡面按得到 然後你可能看到小綠人在跑 是化位的票然後賣得比較快的 幾乎都是我們在後面把這個事情給做完 一年大概就是200萬張票上下這個數字在那邊跑 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 反正這個看一眼就好跳過去 基本上就是這個公司怎麼樣成立的 然後後面有一些怎麼去募資幹嘛的故事 那就是別的事情 然後在這邊大概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 台灣的售票 對不起喔 今天的題目的關係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都在講售票這件事情 因為它在台灣是一個非常窄的題目 做的人也不多 領域也很單純 所以我會比較focus在這一塊 最早在96年的前後 年代售票跳出來 那時候邱富貞邱董跟我沒有任何的關係 做了一個為了服務藝文的團隊們 做了一個年代的售票系統 那這個售票系統基本上 它一開始就跟金石棠 陳平等等的 端點做了很多的連結 所以它當時應該有慢慢的發展到 後來有大概300個端點 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它終於開始了整個網路 跟端點售票的型態 在96年的時候 其實還算蠻走的啦 它銷售的速度大概是1萬張 可能要花4到6個小時 那如果各位有買 我也不知道誰的票 誰 金馬 金馬後來是我們賣 那如果那時候有買 或者是現在年代有賣一些秒殺的票的時候 你就會曉得大概一個小巨蛋 可能要從12點賣到4點或5點 不一定看狀況 那從年代售票起來了之後 一直到2000幾年的時候 寬宏跟年代分開來 寬宏把年代售票的那套系統 也買了一套起來 做自己的東西 就是在二傑 今年初嘛 賣票的時候 江惠的票被打得很慘的那一次 大概就是同樣的系統 一直到11年的時候 包括超商 包括安元 安元就是iPhone背後的公司 包括我們 我們終於做到 大概是這種 10萬張在一個小時左右 販售完畢的狀態 那10萬張這個數字是5月天 應該是1、2或1、3年5月天 在高雄跨年的這個狀況 那基本上只有他們 才有這麼大的量 能夠跑得這麼快 這個速度也不算非常快 但是 在當時 我們認為可以接受了 原因是 這些人終於不需要排在 排什麼 連著三天 搭著帳篷 排在某一個 沒有燈光 沒有冷氣 沒有遮風避雨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大概是當時的狀況 現在比這個慢 原因就不太想講 基本上就是 現在大概做不到這個數字 到了14年之後 我們希望 受罷系統往下走 至少是10萬張 10分鐘左右的這個時間 那為什麼是10分鐘 不是1分鐘 其實等一下後面 大概會做一些解釋 然後接下來是 我們的失敗的歷史 我們 能夠講的東西不多 理論性的東西不多 但是我們怎麼樣 跌跌狀況走過來 大概可以分享給各位 跟我們怎麼樣做到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當然在03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賣票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這兩段不一定是怎麼回事 在當時實體的Web加得多了 你的Diabase可能就會被打掛 實體的機器加得少了 那有可能因為 程式的邏輯寫得不好 資料庫的SQL寫得不夠好 造成資料庫的Overload 這個是非常 在當時我們來說 是很容易發生的事情 03年了 後來當然就慢慢的希望避免掉 這樣的事情 到07年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降低整個資料庫 跟Web之間的資料的來回 跟大家的loading 於是我們在中間多開發了一層 API的部分 但是當然我們想像就是 Diabase透過API 然後Web就可以往下加 當然不一定 因為加到一個程度之後 還是會容易有狀況 那07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另外一件事 就是7-11要在全台灣 當時是4800家的店裡面 去布設iPhone這台機器 那我們那時候 老實講07年的時候 我們講得很簡單 如果這邊的架構做得夠好 其實是可以避免到當機的 但是售票賣票是一個很不賺錢的生意 不賺錢生意 我為什麼要再多投資下去 在這個問題當然是 所有售票系統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去問年代 你如果去問寬宏 你如果去問任何其他人 他都說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放著慢慢賣 比如說二姐好了 你媽他媽的鑰匙分了三天 把它做完 它是賣光了啊 我有少收到錢嗎 沒有 所以在這個情形底下 我們這種無良的商人 就不會考慮 怎麼從弄個3000萬的機器 堆在機房裡面 然後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投機取巧 因為iPhone 我們知道它就是4800個點 那4800個點都透過 ADSO去進到一個LAN的環境裡面去操作 所以我只要躲在那個LAN的環境裡面 我要面對的就不是什麼 十萬二十萬的機器 而是4800台 當時 於是呢 我們就 而且那個時候 iPhone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是因為那個時候 它是國內數量最大的標準化末端設備 意思是我會控制你怎麼去做 所以我們就躲到裡面去了 結果發生了一些事情 而這一段當然還是一樣 原本的架構加上一些優化的調整 我們可以應付這四五千台的機器 再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從Internet躲開來了 躲到這個Internet裡面去 我們躲到了5000架Seven的iPhone後面 其實全家的Family Tiki也是我們support的 好 不管 那所以在Internet裡面 我們認為應該不會有問題了 我們就好好的把這個5000台機器伺候好 然後就沒事了 因為Seven不可能變成一萬家嘛 我怕什麼 所以 中間出現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們不曉得的 那後來又持續的一直的不斷的發生 就是它的Pose 我如果賣太快 同時結帳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可能一些狀況出現 可能是13年的5月天吧 那個時候就曾經把 曾經出了一些問題 然後讓我們不曉得 已經繳錢或沒有繳錢的消費者 到底是繳了錢沒有 那中間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當時有去高雄做了一些補救 這個是蠻嚴重的問題 就是當你不知道你的消費者 付錢了沒有的時候 我如果保守的處理 就是我假設你都沒有付錢 但是萬一他付了錢你就完蛋了 那如果我假設你全部都付了錢 那如果他沒有付錢 我要吃下來嗎 一張票很貴 另外一件事情發生了 當我們在iPhone的票 越賣越多 越賣越多的時候 所有人都知道 我要去找一家前面沒有人排隊的超商 我要進去排隊 然後那個排隊的時間也許只有 比如說我11點賣或1點賣 我們不12點賣票 通常我們不12點賣票 是因為12點要熱便當 如果很多人在熱便當 他拿去結帳結不了 然後過了10分鐘會有很多客訴 所以就出現一個問題 我要賣5月天 然後很多人在凌晨5、6點就爬起來 騎著摩托車到鄉間的小道去 看看路邊的Seven裡面有沒有人 如果沒有人很好我進去 進去之後發現有個人趴在旁邊睡覺 對不起先生你是排隊的嗎 對我是排隊的 然後發現那是第幾個 那有些店裡面會說 好我發號碼牌 但是在Seven的總公司裡面是 它的規則是我不發號碼牌 原因是發了之後你怎麼發發給誰 怎麼去維持秩序 那責任太大了 所以它不發號碼牌 有些店會自己覺得 我能夠處理這些事情 把號碼牌發一發 也有一些事情是 號碼牌發了之後 1號是誰都沒有看到 1號 我就把那個背心脫掉 我是1號 我下班了我來買票 有很多奇怪的事情發生 你可以理解當那個票很夯的時候 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因為店員也是人 他也需要上下班 他也有排班的時間 他也想要買票 你不能說你當了店員 你不能買票 可是這種觀感就很奇怪 就是怪怪的 好 所以它發生這兩件事情之後 我們在intranet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問題 在這個當下 我們覺得 至少是我自己覺得 有兩件事情在當時發生 慢慢的發生 第一件事情 這都是網路上拿來的圖 第一件事情是 AWS的使用率越來越高 雲端被講得越來越好 事實上也是他們開發的各種的產品 越來越豐富 功能越來越強 他們就在外面可以去找他們聊一下 我們覺得 我們原本要花什麼三千萬 弄一個 server fund之類的東西 我們不需要做到這件事了 我們可能有機會做到一個很大的架構 但是我們負擔得起的 那第二件事情是 原本說為什麼要跟iPhone合作 因為它是當時 數量最多的標準化末端設備 現在不是了 現在是各位手上的手機 當然這個時候 Desktop還在往上跑 然後手機也還沒有超過Desktop 現在已經不太一樣了 我們在思考的就是 那iPhone遲早 對不起 我們講Kiosk好了 因為包括iPhone 包括Fami 包括LiveVT 他們有一天都有可能被 手機給取代掉 那我們的角色怎麼辦 我很擔心啊 你要跟我綁在一起 那如果你被幹掉了我怎麼辦 我會怕 不過因為有一些 觀念的衝突 比如說我就是希望人進到店裡面 我就希望人去戳那個東西 我就是希望他看到小綠人在走路 如果有人買過那個票的話 應該知道那個小綠人非常令人不爽 你只在那邊慢慢走 30秒一次 所以我們就改到這個 雲端的平台上面了 那今天之所以 老實說我們通常都習慣好好的 在家裡把事情做好就算了 那今天之所以希望過來分享 是因為 我們覺得 我啦 我啦 我自己覺得 雲端不應該只是 那個 你嘴巴上面說 你放在雲端 其實你放在一個 虛擬的機器上面 然後 你的架構還是跟原來的一樣 然後 當出現大量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不一定能夠解決 那它是雲端嗎 在我們來講 它 有很多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你未必做得到 不太能夠指名道性講 但是有些事情就讓我們覺得 與其這樣子 我寧願出來分享一下 我們之前怎麼失敗的 我們後來怎麼做的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 省一點路這樣子 先講一下 那雖然它對我來說 它不是一個 我自己打會打什麼 六十五分這種 大學生幾個 然後研究生不幾個這種分數 阿妹這次售票 至少前面拉單的部分 應該除了 除非你網路有問題 要不然的話 應該都會看到頁面 都有機會選位置 都有機會選區 都有機會去拉到這張票 那它的確在黃牛的防治上 也相當有幫助 因為黃牛幾乎是搶不到票 當你跟什麼二十萬的網軍對打 有點恐怖啦 我後來聽說 有一個團體 有一個團隊的手上 有大概搶到兩百張票左右 我說怎麼可能 沒有五百個人不可能 他們有六百個人 所以跟我們的估計差不多 那基本上搶票就是一個 對我來說啦 如果有人 我們後來也發現到 有些人會在一個封閉的區域 比如說離島 那一邊去玩耍 一邊把離島所有的iPhone都站起來 然後就把票拼命的埋起來 因為為什麼會發現 是因為我們發現 在同一個離島裡面 有不少張 我們都知道哪一張票出來 從哪裡出來的 不少張票都是很前面的 搖滾區的序號 加上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店 但是在同樣的地方販售 同樣的帳號下販售 那表示他們是一個平台 我們觀察了一陣子 發現有這個問題在 意思是你只要贊助那台機器 你就比人家有更高的機會 去按到那張票 所以我會覺得 對我來說抽籤是一種公平 對 但是你相信後面有黑盒子 或沒有黑盒子嗎 我不知道 所以那大家一起來搶吧 所以至少在媒體上 我們看到的都是 12分鐘賣完12張票 只不過我們的東西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把它放在我們自己家 我們還在考慮 但是目前是在我們自己家 這些東西全部都堆上去了 這裡有個乘以一萬 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本來的目標是乘以一萬 我們怎麼樣在這上面 做到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跌跌撞撞了一陣子 發現 你知道我們公司已經15年了 我們是非常舊的 本來是非常舊的思維 在思考這件事情 但是在你要把這整套東西 放到這個上面去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事 所以必須要以 Cloud的角度去思考 你的系統怎麼去重整 而不是站在我的系統去想 我怎麼樣搬上去 那你就搬上去了 你去你機器放一放 你就搬上去了 有用嗎 不一定有用 我們有幾個主要的目標 是先訂好的 第一個目標是 售票當然越快越好 但是我希望還是要保留 消費者選擇的可能性 什麼意思咧 一樣講阿妹 十場每一場 一萬一千到一萬兩千張票 我如果賣得要最快的方式 就是你告訴我 你要幾張票 我給你 我從最貴的給你 或我從最便宜的給你 你不要選 什麼都不要選 天也不要選 區域也不要選 座位也不要選 那樣大概一分鐘左右 是可以跑完 可是就會有很多人 爭議我禮拜六 怎麼我有事啊 你給我這一天怎麼樣 有問題啊 或者是說 我就不要買這麼貴的 我要買那麼便宜的 消費者是很麻煩的 對不起 在座各位可能都是消費者 可是真的很麻煩 我們必須要小心 所以我保留了選擇權利 所以每一場 大概五十個區域 有十場 你必須在五百個區域裡面選擇 你要哪一天的哪一個區域幾張票 這件事情就會讓流程整個的拖慢 但是沒關係 每個人都可以選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是公平的 第二個最重要目標 當然是保護主要資料庫 我不管怎麼做 我不管有多少人 我要保護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主要 票物的資料庫 它包括帳戶 包括票 取牌號 全部的資料都在裡面 第三個 是我希望 讓整個UI的伺服器 能夠無限制的擴充 好啦 後來我們發現 無限制是不可能的 因為 我們機器放在 Oregon那邊 然後 他們有告訴我過 他們其實是有某一個上限 所以 我們知道了 喔原來還是有上限的 不是我想像的 我要開一萬台就可以開 沒有這種事 這是當然的 理所當然的 只不過我去摸到那個底 感覺有點怪怪 你知道嗎 然後我希望所有的伺服器 資訊要保持同步 這也要 要不然的話有人看到這個 有人看到那個 你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然後最後當然是 做好機師的備員方案 跟問題解決的方式 這邊我們 省掉了一些東西 不過比較重要的 都擺在上面 就是我們用了什麼 Amazon的服務 其實很簡單 我們的目標是這邊 UI 對外界的UI 當然消費者在這裡啦 他進來之後透過 繞五山 然後到EOB 然後就連到我們的EC2去 然後這EC2咧 他就autoscaling 然後 老實說來沒有autoscaling 這回事 賣票只有從 平常的幾千到一萬人 到突然就啪 二十萬人之類的 沒有慢慢上去這回事 慢慢開來不及 所以一定是 從前面開始開 能開多大開多大 後來這邊 加後面 一共開了一千三百台 左右 居然就頂過去了 OK啦 還沒有達到他的極限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原本我們 其實在這一段 我們把比如說 User登錄的Session 有的沒有的 通通掉到資料庫裡面去 原本 這一段我們用的是RDS 買Sequel 那但是這個服務 你當然可以選擇去開很多台 去做很多的功能跟服務 你要寫寫在Master裡面去 然後讓它 就ReRuby卡直接就 往上丟 然後去讀通去讀那台 可以 可是那個架構超級貴的 你們可以算一下那個錢 超貴的 然後 用這些資料庫 它畢竟還是虛擬機器 它的 throughput 我不是很確定 它的 尖峰是到哪裡去 跟我是不是能夠 不打爆它 這我都不敢保證 但是他們有一個 能夠保證的東西 DynamoDB DynamoDB 理論上 它的throughput 是沒有被限制的 聽到之後真的是 太棒了 沒有限制是不是 好 那我們去看我們要開多少 我不知道 可是開了也很貴 Anyway 後面會列一些我們後面的數字 所以所有的人進來了之後 他的一舉一動 先被我們先丟 沒有到一舉一動 大部分需要讀寫的東西 全部先丟到Dynamo去 接下頁 這個Dynamo就是剛剛那個Dynamo 所有東西丟進來之後 我們再透過後面的 我們的API的部分 去做處理 當然 這個部分 沒辦法用幾台機器 就搞定這件事情 而是 他當然也沒辦法 做Auto Scrolling 然後即時的達到你的目的 所以我必須要估一個 比例跟數字 就是在開賣的時候 比如說阿咪開賣的時候 大約有多少個人上來 它throughput要開到多高 所以我的UI大概是多少 等等等等的 我們省了一件事情 PC2的部分 其實可以擴充的機會蠻高的 我不需要再去慢慢的tune 欸 這一台機器 這台虛擬機器 我大概服務的時候 800個人上線 1000個人上線 調到1500 不用 我就是開什麼 500台開到800台 開到1000台這樣子 就跟他拼了 感覺還蠻好的 就是我先不要花時間 去tune那些東西 我就花錢解決 長輩說過能夠花錢的事情 就不是大事情 所以還不錯 那當然在透過了這個 一堆的API之後 我們還是得透過一個ELB去拉到我們自己的 目前自己負責運算的地方去 然後丟到資料庫 那我相信所有的服務架構都未必是一致的 但是在我們來說 這樣子的票的架構已經足夠解決 約略是10到20萬人上線的這種規模 就同時上線同時讀資料庫 你知道那個東西壓力真的很大 已售完了 已經售完了 結果你讓人家繼續點進去 它只是吃你的效能 如果 總之而且化位的票有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每一個人都對到一個位置 那不像賣商品 商品我們也賣過 然後後來賣票是因為票沒有庫存 然後時間到期就自動銷毀 超爽的 也沒什麼物流的問題 後來有啦 阿妹的票是卡片 所以有物流問題 那 這個部分總之我們就靠著這樣子的 我也只能這樣子告訴你們 大概是這個樣子 原因是你們大概也很難 在寫套說法系統跟 很難用這樣子的架構來做什麼樣的事情 不過我會真的蠻強力的推薦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答案 就是 就是它的單能和DB 如果你有很大量的需求的話 考慮一下 還蠻威的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感覺啦 秒殺其實是我們系統的責任 那歌迷不應該浪費在排隊 因為排隊的時間真的花很久 賣一場票大概至少要 社會成本可能要多個五百萬到一千萬之類的 如果你用最低薪資去算的話 多少人在排隊排了多久等等的 我們的任務其實有幾個 就是第一個它的人流是爆炸性的 後面有一張圖可以看一下 那原則上就是 所有的人都在開賣前的可能十分鐘左右才會湧進來 這個還蠻嚇人的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會來 所以你必須要先開好了等著 我等你打就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 選區選位的即時性 目前我們還有一些狀況 不是說狀況啦 目前我們還有一些沒有做好的地方 就是它也許會有30秒到60秒 最多30到60秒不能夠完全即時的東西 不完全同步的東西 那未來會用其他服務去改善 那第三個是我們永遠心頭的痛 又回到這個事情 金流 線上刷卡頂不頂得住啊 那備案是什麼 大概看一下我們做 我們為了賣阿妹的票其實都一樣 我們一定要做一些壓力測試 我們壓力測試有一些條件 目前的條件是 我至少要開 至少要開5萬個同時的要求為單位 5萬個同時 Concurrent的要求其實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可是每一個都要讀資料庫其實還蠻累的 那5萬個不是因為我們預設5萬個回來 是我有一個基數了 如果是5萬我可能開多少台是頂的 過去的 那來20萬我可能乘以4大概就搞定了等等等等 所以它只是一個壓力測試的單位 那模擬的方式當然就是我要開很多很多的機器 然後送出很多要求 但是AWS先天有一些 去確保我們能夠有足夠的機器去打足夠的機器 有點蠢不過那時候只能這樣子做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們把DynamoDB的Super拉到20萬 寫20萬讀20萬 當天差點吃滿把我們嚇死 其實差不多吃滿了啦 蠻厲害的 就感覺不錯 那其實光看這一點就曉得 每秒20萬的進跟出這件事情 你用RDS能不能做到 做到的效果是什麼 那如果不是20萬是40萬怎麼辦 就得要自己去考量 然後我們列了一個簡單的檢查清單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基本上我們 我們的Checklist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去想像 依使用者操作的流程 它會先看到哪一頁再看到哪一頁 然後我們的程式流程是怎麼跑到哪邊去了 那在這邊會不會Crash掉 在那邊會不會Crash掉 然後如果Crash掉怎麼辦 等等等等全部過一遍 然後跟資料進入的部分 資料怎麼進來 我怎麼回給你 它會卡在哪個地方 它量如果特別大的時候怎麼辦 等等等等的 去再把整個流程再走過一遍 然後看看它的瓶頸可能是會在哪邊 然後還有一些連外的接入點 會在哪個地方 它有沒有可能斷掉 有沒有可能死掉 那我的背緣方案是什麼東西 多塊之內可以另外按起來 跟障礙與備案的討論 那當然 UI的部分我們就持續的監控 然後看需不需要在什麼時間點 比如說開賣前的10分鐘 我們已經開了1300台了 我需不需要再加200台500台上去 那個10分鐘開不完 所以這個部分 就必須要一直看著 Denable DB Denable DB如果要拉高 Swoop也不是那麼快 所以它基本上我印象中是 一倍一倍加上去的 那20萬加上去40萬 可是也不是馬上你說要加 它就馬上可以給你 所以要不然還有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裡面有幾個table 那table怎麼去分配 這邊要多少 那邊要多少等等等等的 去試那個量來做調整 API是後面運算的部分 就是自動擴展 然後如果出問題能怎麼辦 不能怎麼辦我就死命加 PB的往上加 那怎麼辦 最後我們最擔心的是Payment Payment這一段 這是我們直接copy下來的 就是如果收單刷卡掛點了 我們就P次轉訊息帳號公告 如果進不了刷卡頁了 一樣P次轉訊息帳號公告 如果AWS 這不是AWSPayment 我們放在AWSPayment一台機器 如果掛了怎麼辦 我們趕快替換機器 那個機器其實永遠都安在那個地方 我們就switch一下 大概幾秒鐘應該可以好 然後再加上人工對賞的方式把它做完 或如果自動對賞異常怎麼辦 人工對賞 就做了很多事情 障礙發生了 真的發生了怎麼辦 第一個事情就是標準流程拿出來 實在哪個地方 我們實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全部轉訊息帳號公告 就這樣子 當然不太開心 但是至少是解決問題 那我們當然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如果有其他伺服器異常怎麼辦 我們就怎麼看切換備員機 當然就是只能這個樣子 但是在事前 我們大概花了三天去 前前後後不斷的過 不是三天整天都來幹嘛 就是有三天的時間 不停的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到底會發生在哪個地方 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然後怎麼解決 那個列出來之後才不會 臨時無法判斷 對我們來講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 就是永遠都做好被打死的準備 這個是實際的狀況 對不起 縱軸不列出來 縱軸不列出來是因為 這個部分不是 我說拿出來就拿出來就算了 基本上 唱歌那邊也有些他對外的說法等等 所以總之可以看到 12點 你可以看到在前一個小時的時候 才把量標起來 然後 現在滿嚇人的 然後第二天重新開買 因為他轉虛擬帳號 我們那時候轉的是 付款到隔天早上10點 所以我們 12點的時候又開買 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是比較可以拿出來看的 就是我們內部資料庫裡面的統計 大概 1 2 3 第三分鐘最快 因為第一分鐘進去的時候 全部的人都搶那些最貴的跟最便宜的 然後他剩的票其實不多 然後搶完了之後再跳出來 然後告訴你沒有票 你就去講其他天的 那就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大概 1分鐘跑掉了 接近2萬張票這樣子 6000筆的訂單 那當然就是我們開賣前10分鐘 這個也是這樣是訂好 我可憑下來的 我們先檢視機器數夠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 先使命加再來想辦法 然後開賣前1分鐘 我們觀察Session書報了沒有 然後就看到那個DynamoDB 一直往上跑 翻掉了 然後開賣後3分鐘 我們發現結帳的問題 走標準流傳開始跑 開始公告 那開賣後到10分鐘 我們把整個處理完畢之後 最後15分鐘的時候 就完售公告就按照流程走了 接下來我大概的提一下 我們遇到的金流跟可能改善方向 那剛剛看到我們的訂單速度 大概是每秒200到300筆之間 然後持續大概數分鐘 那最快的話大概是每秒500多筆 發生在第三分鐘前後 銀行的收單速度 就我們跟幾家銀行 跟第三方支付的一些業者聊過 那目前一般的銀行最多是1秒30筆左右 那金改善後 我們目前的收單行 它可以調整到1秒接近75筆 那聯信中心理論上每秒可以吃到100筆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我們的瓶頸 但是沒有人試過 不知道 在我們以前沒有人挑戰過他們 所以當他們其實有跟主管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是不是做得更快 他主管只回他一句話 沒有用啊 沒有人丟得過來 全部都在前面都掛了 直到那一天以前 我們都沒辦法否認這件事情 包括現在有很多那種手機的手賣 在某一些購物網站上 就一兩千支 可是你也會遇到一樣的狀況 我其實心裡面還蠻難過的 你的資源你的經驗比我多很多 今天為什麼是輪到我來 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沒道理 我們改善方法很簡單 只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 網站的前端拉長到 我們導到收單行的時間 就是你可以很快的選完票 然後你可能要排隊付款 那個排隊可能一排就三五分鐘 我不知道你會排多久 要看當天的量來訂 我會覺得他有點蠢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有點蠢 不太好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們後來採用的方案 我們利用ATM的虛擬帳號來收單 然後限制繳款時間在一小時或兩小時內 但是這裡有個問題 我們原本以為虛擬帳號 就是ATM的轉帳 是很穩定的 對他非常的穩定 但是 在MAY這一次也遇到了 排隊排太長消耗不掉 攤帽掉這種事情 沒有攤帽掉 是 繳費玉石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很困擾 這件事情 要小心 本來有這個啦 但是 我沒有想到是這麼大的一間 所以大概沒有問題 於討論這一塊 所以 今天大概 因為我很擔心耽誤各位 中午吃飯的時間 所以今天先講到這邊 還是有需要做這個嗎 有人會有對我們講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我們可以休息了沒有關係 有嗎沒有齁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